大家好,我是城邦国际名表总编辑刘碧祥 今天名表聊什么 我们邀请到了城邦国际名表的副主编Tom 嗨,大家好,我是Tom 来跟我们一起聊聊有关高正平的计时码表 如果你喜欢我们接下来分享的内容 欢迎在下方留言 同时订阅我们的城邦国际名表频道 然后帮我们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高正平计时码表》 汤姆你知道,就是在我们这次讲到高正平计时码表之前 其实我相信很多的观众应该不知道 高正平是什么 可是高正平对于机械手表的机芯来说 却是一个不能不提到的一个名词 那到底高正平是什么呢? 一般我们来说 机械表的正平大概就是 早期是一万八千转到两万一千六百转 因为我们都知道 大概在1960年代中期 直播跟浪秦就开始推出一些高正平的自动腕表 那这些腕表它的特色就是将正平拉高一倍 因为以往那个年代大概都是一万八千转或者两万一千六百转左右 那他们将这个转速拉高至三万六千转就是能将时间分割得更精密 然后比如说你机械表在遇到一些震动或者一些外力影响的时候 它会将每一个影响只缩到最小 所以相对来说它就是比较精准 不过在这边跟大家小小的做一个科普呢 其实正平呢就是机械表情综系统的震动频率 它的摆轮呢会来回的做摆动 然后这样的次数呢我们就称之为正平 高正平呢其实就是比传统的正平更高的一个频率 高正平推出的品牌目前市场上并不多 但是使用在计时码表上又更少了 刚刚你前面有提到就是说正平可以让时间计算的刻度变得更小 然后让它变得更精密 把高正平这个使用在计时码表上呢 那又可以让计时码表拥有什么样的一个优点呢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高正平的设计 其实最早是使用在计时码表之上 因为早期计时码表有一些它们会用到百分之一秒 最早这项功能其实就主要是给计时码表使用 因为它比如说在你计算的时候 它能将时间分割得更清楚 那因为这个针对运动来说 计时功能来说 它这个功能性需要更强 因为它的高转速容易造成一些零件的磨损 那所以我们可能会在一些怀表上面看到这种功能 但是转换到腕表之上可能就要等到很久之后 就是在1960年开始才有一些腕表的使用 所以现在市面上使用高正平的计时码表机型的品牌 其实算出来不到五个 那这次呢我们就是来介绍其中的两个品牌 一个就是宝博的Air Command Flyback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Zenis的Colon Master Sports 那首先呢我们就先来聊聊有关宝博的Air Command Flyback 当然宝博是目前拥有最悠久历史的高级制标品牌 那Air Command呢其实也是它在近几年呢 推出非常受到瞩目的一个款式 那Air Command听到它的名字就知道它跟过去它比较著名的50群 或其他的表款设计的缘起截然不同 那Air Command到底是怎么演变过来的呢 波浪胚在1950年才曾经帮美国空军制作了12纸即时码表 那这一款即时码表就是它造型就是非常复古 然后但是它具有一些专用的功能就是表圈的设定之类的 所以波浪胚在2019年推出了500支的复刻表款 那在2021年又推出了就是这一支不是限量款的太金属Air Command的即时标款 那它的设计就是就是有一支原味复刻当年的款式 但是它就是使用透明底盖 所以后面可以看到透明记性 这一支手表呢是从1950年代的模样复刻而来 那但是在转化成比较现代型的线条的时候 那它经过了哪些比较修正呢 因为在1990年代左右 波浪胚有推出Air Command的系列表款 那当时推出的造型其实它比较像有点像潜水表的造型 它的表壳也比较粗壮一些 就是遵循1950年代的设计 那它的表圈设计就是比较复古 然后有一点无形的蓝宝石水银纪念 然后使用双圈设计 然后但是新款它有多了那个非凡即时功能 但是整体设计还是跟1950年代非常类似 不过它这一次呢它所使用的表壳材质 似乎是跟其他市面上其他的手表 的钛金属的手表似乎有点很大的不同 因为它所使用的新的钛金属 它称之为二三级钛金属 材质据说是比较属于医疗级使用的钛金属 所以它等级更高 然后在一些韧性还有坚硬度方面 其实都比一般钛金属更强 所以它的制作方面会比较困难 因为就是制作的那个模具 还有一些泡光要做的就是更漂亮 其实会有点难度 因为它硬度很高 大家要知道啊 高级制表工业在使用这种钛金属的材质的话 它使用的等级 钛金属等级越高呢 这代表呢手表的外壳 越能用人手打磨出更漂亮的亮面光子 不过它除了使用二十三级钛金属作为表格 它在表圈上好像也沿用了现在运动表必备的一个元素 对就是陶瓷表圈 因为它前一代的是黑色的这一款是蓝色 所以它蓝色陶瓷也是比较少见 但是近年来也是越来越多 那它就是搭配这个有点太阳方色纹的蓝色面盘 不过我不知道汤姆有没有特别注意到 它在它的可旋转式表圈上的数字 似乎跟别人有点不太一样 这我都是没有注意到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上面的数字 其实大家会发现一般是从15开始做计算 但是它这一款呢 却是从45开始做计算 因为过去呢 它是给飞行圈所使用的测速圈的数字 但是为了要定位 它们通常是采用倒数计时的方式 来测量它的到达目的地的时间 跟它或者是需要投弹的时间 所以它是用倒数计时的方式 所以大家会发现它在陶瓷表圈上 不是从15开始往顺时钟方向开始设计 而是从45这个数字开始做计算 然后当然呢 Air Command这款flyback 可能是用的是它们自家的F388D的自动商链机器 不过这款机器呢 其实好像是源自于它们非常优良的计算马表传统 因为我们都知道Bowong Punk的 虽然是一个好伙伴 就是以前的FP机型厂 它们虽然是有一个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 大概在2010年就是Bowong Punk 就是把FP机厂纳入旗下 就变成他们专属的机器厂 但是呢 它也是有帮一些同集团的品牌做一些研发的工作 那这一枚机芯它的前身 就是同系列的机芯是F385 但是它新的机型388B 它就是使用了双眼然后省略了日期功能 它的历史其实跟以前的经典的1185机芯很类似 就是因为1185机芯就是在1970年代之后 再次使用垂直离合跟导注轮结构的机芯 然后它在1990年代一直到2010年 都是表达上高级标厂所常使用的机器机芯 包括像AP、Bowong Punk、Katea也都有使用 但是这枚机芯它就是规格已经比较 没办法跟新世代的机器机芯相亢 所以大概在2014年Bowong Punk推出新一代的F385机芯 那就是这个388B的前身 那它的结构其实大部分差不多 就是它使用了垂直离合然后导注 但是它就是将正品拉到36000转 然后再加上一些汽油刺高科技的零件 大家都知道过去FB机芯厂 都是高级制表工业里面的佼佼者 虽然它过去都替人的代工 但是它很多的机芯就是因为它的结构很稳定 表现性能表现出色 所以才让它能够拥有这么优质的传统 那当然F388机芯的前身是F385 它们两个之间其实差别就是在一个有日期 然后同时一个是三眼一个是两眼 那这次Air Command Fly Back 它是采用双眼的设计 然后同时能保留了非凡即时的功能 然后也采用了现代的细游丝 这也代表它有足够抗磁的能力 所以这枚机芯呢 其实它是拥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历史传承的一个机芯 第二支呢 我们要来讲的也是一个拥有非常传奇的历史机芯的品牌 也就是ZENIS 那这款ZENIS的Colon Master Sports 在推出的时候就受到非常大的瞩目 当然一开始并不是因为它优良的即时机芯传统 而是因为它的外形 那ZENIS这款的Colon Master Sports 设计来源是怎么变出来的呢 其实当初推出的时候大家都会说 它怎么很像Datona 但其实它的设计元素就是来自于 他们1969年的A386表款 那当时推出的这款表款 它同样当然也是三圈的即时圈 但是它的表格其实线条比较锐利 因为推出Sport的表款 所以ZENIS让它多采用了一个 陶瓷表圈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 那看起来跟Datona好像有点类似 但其实它是以昔日的经典设计 然后加一些新的元素下去 所以风格其实还是更增 原本的设计非常强 当然我们知道现代运动表 最重要的一个规格就是陶瓷表圈 不过在Colon Master Sports 刚推出的时候 跟现在我们这一款的表圈 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那我们知道它在2021年推出的款式 就是白色黑色面盘 然后搭配黑色陶瓷表圈 但它们在今年推出的款式 就是三色陶瓷表圈 就分别对应到它的三色的即时盘上面 那这是属于专卖一件限定款 所以说Denster的Colon Master Sports 其实它在一些小小的细节上 表盘的颜色选择 都是应用它来自于过去历史表款的一些细节 而组合成 变成这个现代的Colon Master Sports 那不过呢当然 既然身为一个传统名机的品牌 那它内部的L Primero 机型 但是新的L Primero 3600 机型 它做了蛮多调整 就是整个结构它有一些优化 所以它结构其实跟以前的机型不太一样 那包括最明显的就是 比如说它调整日期的方式 因为以往设计在第二段的时候 大家会误调 那现在改回来 大家比较常用模式就是 第一段调日期 第二段调时间 这样就比较不会有问题 那还有其他的改变 现在就包括动力储存 它把它拉到60小时以下 动力储存就是会 攸关于即时码表的 即时的稳定型 那之前是50小时 现在就把它拉高到60小时 所以它的稳定度会比较高 然后另外一个改变就是 它现在都有搭配器材的轻重 因为当年在大概2010年的时候 还没有使用器轻重 但是在2014年开始慢慢使用 所以现在新的L Primero 3600 它当然也有使用器材的轻重 因为高正平它比较单近的就是模式 所以ZENIX它就是当初有使用它们专用的润滑液 然后现在在使用那个器材的轻重 能减少它的零件模式 当然ZENIX一直是以高正平的即时码表机型 稳定于试 那这款3600机型更是创造了一些视觉的震撼度 因为它的即时码表当启动的时候 它是每10秒等一圈 一般我们常见的是60秒等一圈 所以它在即时码表启动时更有震撼力 再加上刚才Tom所提到的 它使用了细材质的轻重 包括细材质的轻重轮 跟细材质的轻重差 这些都可以强化了在即时码表机型上面的稳定度 那当然尤其是ALPMORO机型 我想它在背面的设计上 跟其他的即时码表机型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它的镂空的程度更高 看到了更多它的零组件 那所以这个就是ALPMORO机型 除了在高正平以外 有很多优势的地方 那以上就是这次我们所介绍的两款 高正平的即时码表机型 而且这两款机型 都是拥有非常优秀的历史内涵 跟非常棒的规格结构 如果你喜欢我们以上分享的内容 欢迎在下方留言 同时订阅我们的陈邦国际名表频道 然后帮我们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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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